最近看起來 將軍 媒體上有報導說 老共的簽十五 他飛越一艘軍艦 後來大家把他放大看 那是美國的軍艦 伯克級的 為什麼會要有這樣的一些照片 釋出 老共的共軍的動物型的軍艦 他也出現在美國的一些海域 他到底要做什麼 現在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他不斷地在做一件事 就是東升西降 他要跟十四億人講說 中國正在極速的上升之中 而西方以美國為首的勢力 正在瘋狂的消退中 然後但是嘴說無辟 講得爽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有意無意釋放出了這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 這是一個殲十五的飛行員 然後他側面有一艘船 那麼這艘船 如果說軍事迷或眼見的人 看到這麼一艘船 他一定把他放到這麼大 然後開始針對他的特徵 眷手艦旋 還有他所有的圍桿去研判 那就是伯克級 那大家說你看美國什麼了不起 輾的飛機就飛到他的頭上 他也不敢怎麼樣啊 你看老美也只能傻傻地在那邊望著我 那麼我要告訴大家講 大家仔細看幾件事 大家知道美國跟中國是有邦交的 他們兩個不是交戰國 他們是有邦交的 當邦交國的邦交遇到了你的飛機 他只要鑑定一件事 你有沒有掛蛋 大家可以看這個殲十五 他總共有十二個掛蛋點 你看後面兩個翅膀 下面的東西是不是空的 沒有掛蛋 他可以掛多少飛彈 他可以掛六千七百公斤 他可以六千七百公斤 他可以掛什麼樣飛彈 如果他今天這個飛機飛到伯克級的 這個巡防艦上面 他掛的是什麼 T19短程空洞空洞飛彈 不要多掛六顆 然後他的中間掛什麼 掛的是英級八三反艦飛彈 也不要多掛三顆就好 你認為這張照片會存在嗎 因為他的飛機飛到美國伯克級巨子艦上空 絕對被鎖定 所有的防空雷達都鎖定了 那因為他確定你無害 你沒有掛蛋 所以你飛來 我只是警告你飛過來而已 所以你就飛走了 所以留下的這一張公布出來 就是讓所有的中國的這些小粉紅說 你看我們有多強 所以央視一直斷著大內宣 對對對 太棒了 因為他們一直說 美國那個翹著腳的 那個馬提斯號收辱他們 他們難過了很久 所以這次我們航空母艦上的殲十五 要回面子來了 這是一個做法 大內宣也是一個認知作戰 那左邊這張就不太一樣 左邊這張是美國海岸警衛隊 他發現的 發現什麼 發現他在例行巡邏所 在阿拉斯加這個這個這個 基斯卡島北方七十五海裡的地方 發現了一艘零五五的導彈驅逐艦 這有多大 一萬兩千噸 這驅逐艦到一萬兩千噸 不簡單 因為這已經到了巡洋艦的下限 所以他其實你說 他這個巡洋艦也不為過 因為已經一萬兩千噸 然後發現這艘船的海巡艦 美國的海巡艦才多大 不到五千噸 他一半大都不到 他發現之後還不得了 這不只一艘 後面還有另外兩艘 中國的一艘是油彈補給艦 一艘是飛彈驅逐艦 還不夠 還跟著四艘的 俄羅斯的艦艇 在哪裡 在美國的經濟海域 白令海 那大家覺得這中國是不是吃了炸藥 還是哪天覺得這個日子過得太好 去挑釁美國 不是的 他跟俄羅斯正在做一件事 大家知道地球是圓的 北半球的國家要到達美國去 最快的方式 絕對不是繞過太平洋 而是從北冰洋 直接從北冰洋 上面有七艘船 有中國的四艘 俄羅斯的 中國的三艘 俄羅斯的四艘 那麼底下有沒有潛艦 他的潛艦是可以越過北冰洋 所以美國正在注意這個事 如果你要從北冰洋 直接穿越到達美國本土 那是對美國本土極大的挑釁 所以這件事情會比這個飛機 的這個事情來得嚴重 那麼美國跟中國的鬥而不破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插槍走火 其實兩方都在截至 因為沒有人想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OK 人群有媒體形容是地表最強 逆中戰艦 朱瓦特號 然後在美國地區 大家都知道第七艦隊會負責 包括太平洋 所有像這樣一些的防衛 所以朱瓦特號 現中在太平洋艦隊 他的目的 他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當然因為現在對美國來講 朱瓦特其實我老實 我先講 他其實存在會有一點點小尷尬 因為當時他們其實預計做非常多少 但是因為他的費用 他們不斷地往上加 往上加 加到最後 現在美國只做三艘 那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朱瓦特的第一艘 叫做腰凍凍凍 他的懸邊的編號是這樣 但是其實我另外找到了幾個 因為我們講說他有三艘 這是腰凍凍凍 那這個呢是腰凍凍腰 然後再來就是他三艘 其實都做完了 因為這一艘是腰凍凍凍 懸邊的編號在這裡 那他其實最大的差別 是因為他整體的造型 其實跟我們一般所看到 這個船艦其實長得非常的不一樣 那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採用隱身的設計 就是說他在艦上面 你沒有看到任何的主砲 因為他所有砲都藏起來 那你一定很好奇 講說那砲怎麼打呢 就是我今天真的要防衛的時候 該怎麼辦 直接給各位看 因為我們一定要告訴大家 找到了大家沒有看過的這個照片 這個其實就是他的整個火炮 真正在實施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他 他現在號稱的叫做先進火炮系統 那你有發現他本來是長這樣 可是事實上他要打他真的要實施 這個設計的時候 他整個砲塔其實是可以旋轉 所以他的前段是留在這個地方 真正旋轉的是在後段的這個部分 然後火炮是藏在船身裡面 那這個的做法其實就是說 我的雷達截面機讓你減到最少 他雖然很大片 你看他船身其實長得 他的船身並不是小到一個 讓你找不到你知道 可是他的差別就是透過他的 這樣一個設計 會讓什麼會讓你的雷達其實在掃到他的時候 他整個反射回到你的雷達屏幕上面的時候 他會變得跟遺傳一樣 不是非常大的 這是第一個 那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他對美國來講有點尷尬 就是他的這個叫做先進的這個這個火炮系統 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打出去的炮彈 其實長得像這樣 你知道他當時號稱是什麼 你知道他說他可以裝這個所謂的長城入宮彈頭 他的火炮可以涉及到什麼 因為我們講火炮打出去之後 最重要的是你接下來第二發你打出去要多少時間 按照他們原先設計的概念 一分鐘可以打十發 你挖得很厲害 因為一分鐘十發的意思是 我六秒打出去完整我就上槓再打 上槓再打 可是尷尬也在這裡 因為他一發打出去你知道多少錢嗎 八十萬美金非常貴 那在非常貴的狀態之下呢 後年一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美軍當時在做整體大調整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這真的打下來花太多錢了 那不然就這樣先暫停生產這個叫做這個長城入宮飛彈 那就希望改成什麼你知道 他說那以後如果這個電磁軌道炮 這OK的話再把它裝上來 這第一個第二個其實以豬華特號來講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強大的一個攻擊系統 其實是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這一個 這個是他上一次呢 在真正在射擊這個叫做飛彈的時候呢 從他的這個挺身 那個船上面真正射擊的 那你跟你知道他裝了這個二十具的 這個MK57垂直發射器 你從這邊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我給各位看另外一張照片 你有看到飛彈從這裡打出來嗎 是在他的垂直發射器 如果你從那個船身上面看的時候 其實你看不到任何的位置 你看這個地方你根本看不到垂直發射器 我跟你講他裝在哪裡你知道他裝在整個的 這個船船的兩側裝在邊邊 那他比較大的差別是說 因為他原先在設計的時候 讓他可以裝在就可以涉及到非常多的飛彈 所以他從標二標三標六到戰斧飛彈 到這個所謂的這個叫做阿斯洛克的反艦飛彈 反潛飛彈火箭 他都可以裝在垂直發射器裡面 所以他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效果的時候 某種程度讓大家覺得說 他是在新一代船艦裡面呢 是非常具有攻擊火力的 可是對於美方來講 因為前一陣子有個照片是講說 哇你看那個珠華爾特號在海上 結果海上漂流之後導致 他這個船身有一點繡 生鏽或什麼的 我認為那個 因為那個那個到底是照片所產生的那個陰影 還是怎樣 這個我不去評論 但是對於美國來講 他現在這三艘船艦放在那個地方 我認為他其實是把他調到第七艦隊裡面 第一個是讓他在實際 就是有有有有一個威嚇的效果 因為他不是最先進的船艦 第二個是什麼你知道 第二個其實他也在告訴中國大陸講 我現在這個船艦現在在這 我擺明告訴你我在這 那我今天帶了這麼多的這個 所謂的武器 飛彈或什麼 能夠打的這個範圍 你自己去算 如果你有任何的輕舉妄動的時候 那我美國的船艦就在位置擺在這了 OK 將軍可不可以簡單告訴我 其實你要登上碳時代雜誌非常不得了 烏克蘭的總司令登上了時代雜誌 他裡面特別在講到一段是基伏保衛戰的秘辛 那段有什麼要特別可以介紹 這其實大家對烏克蘭的研究 除了已經打到現在超過半年以外 就是他在承受第一級的時候 他的將領的抗壓程度 到底是什麼 所以說這一次烏克蘭的這個總司令 他直接告訴你了 他說其實我在當時 威爾羅斯要入侵的時候 他們本身是抱著懷疑的態度 就是跟我們大家想的一樣 不會打吧 幾世紀了還打仗 對 後來真的打了 所以當他到二零二一七月上任 他開始做改變 他允許他的軍官 在沒有上級命令的時候就可以開打 就不要聽命令 就直接開打 就像金門的無人機來了 你就可以打 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因為這樣的改變 造成了基伏 沒有這麼輕易被俄羅斯打下來 因為如果你等待什麼時候可以回擊 哇 等命令到了 你已經被殲滅了 所以他就做了這個最大的決定 他說我們不能讓基伏倒下 反而要盡其力 讓所有敵人流血 即使在某方面 意味著我們會失去領土 即使失去領土 也不讓敵人輕鬆地拿到我們的領土 這就是這一位司令 他所下的決定 最後呢 那很明白了 俄羅斯進來 他們幾乎是進入了一個 他們就講屠宰場 讓俄羅斯的軍隊進入了烏克蘭 即使你得到了我的土地 可是你的士兵 你的士官 甚至將軍 是進入個屠宰場 讓你進入了我最適合 我最適合 我最強的場合 所以說這個烏克蘭的基伏守衛戰 這一次泰迫時代雜誌 他的總指令 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是用心態 完成了心理建設 我們是用完全的彈性指揮 讓第一線的指揮官有獨斷專心的能力 因為讓俄羅斯知道 這是我的屠宰場 我可以主宰戰場 所以我們手下的基伏 OK